接下来看到选举年大家都在关注到底谁来选 我们先来看到这位是五党籍的立委高金素媒 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跟罗志强常常来合体 但是呢也被点名说有没有可能要代表国民党投入高雄市长的选举 昨天上你可以看到脸书上他自己也表态了 他说从未跟任何政党人士讨论转战市场选战的可能性 他也不知道这个传言是哪里来的 他说我一直是原住民族立委 所以不会去选高雄市长 同时也说不会去选任何的县市长 对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好朋友罗志强 也在脸书上贴出两个人的行脚照 先前两个人呢不是来徒步吗 他就说不管高金素媒做什么他都支持 因为他们是武功高强组 甚至呢还引用了金庸的五天同记的这一段 这是口诀 他呢是这么来做解释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说 修身修心任凭外界怎么变 内心坚定 这是修心的最高境界 所以现在高金表示他不选 那么说一定要选的是谁 就是民众党主席 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的妇人陈佩琪也说选是一定的 不选才是新闻对不对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柯妈妈不小心看到这种的节目说 哎大家什么都在骂柯文哲啊 他好生气 他说太过分了 他说那也要是这样 而且啊佩琪 他说我看了电视好多人呢 有名嘴啦 大家都在骂柯文哲 他说赶快把他记下来 要跟柯文哲讲 那么陈佩琪还PO出了两个对话 说以前是得明星者得天下 现在是什么呢 得媒体者得天下 不知道怎么解释这外年的执政部署 他说要是婆婆下次再打电话来 再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要跟他讲说 上次啊打官司花的钱 节俭了他大概嘴巴会张成一个大欧型 要花很多很多钱 那么如果知道的话 就会让柯文哲 那不然好吧 就持续来挨骂 好看起来真的是蛮酸的 不过我们看到 现在高清呢 说他不选了 其实蛮多人呢 也都会觉得蛮失望的 像是高雄市员邱玉轩就说 失望但是尊重新北议员 又远之认为说 李四川是最佳人选 他直呼李四川务实 很适合出来选 高清素美委员在脸书上 宣布不参选高雄市长的这个声明 我做一下几点的回应 第一个你说不失望 我觉得是骗人的啦 因为很多的高雄市民 像我本身也是高雄市民 我真的看过高清素美委员 对于高雄市民的那种吸引力 所以我当时才会提出这样子的想法 那他不参选 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个人的意愿 但是基层的失望还是有一定的程度 也或者是 其实我看到网络上的另外一个声音 就是不排斥主席 郁佳清真 来显示自己对高雄市的承担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但是呢 言归正传还是要以尊重党中央的想法为主 但是基层的焦虑 我是觉得已经蔓延了 所以还是期望党中央可以起早提出一个适合的人选 来面对年底的选战 在高精宣布不选高雄市长之后呢 其实李四川真的是一个川北啊 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人选 第一他非常的务实 因为高雄市自从韩国瑜团队离开之后 陈其迈对于基础工程并不重视 所以你看常常出现淹水啊 天坑啊等等状况 那明星会思变嘛 大家又开始怀念起当时做好基础建设 花非常多预算 把人民社会改善的这样一个韩团队 而李四川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 那第二是李四川他也不作秀 他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好好做事 我想高雄市经历了这么多次的选举 罢免选举 大家可能也都累了 真的希望找一个 他的政治性没有那么强 但是他一心为市民服务的人 我觉得那就是李四川啊 那第三啊 我觉得当然高雄现在也没有适合的人选 好很热门的台北到底谁来选呢 资深媒体员周玉寇又爆料了 他爆料这一份是民进党的战略名单 我们来看到2022怎么布局 他这是他发在脸书上 说台北市是由前副总统陈建仁出战 新北市呢就是林佳龙 至于说桃园将会由陈时中 另外台中会是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奇昌 好他说这个他们的特色 进可攻退可守 然后呢不讲了就结束了 好他现在已经对于这份名单 但是这名单现在贴出来 民进党倒是还没有对外来做出回应 让大家也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 那持续再来看到的是国民党的部分 要备战年底九合一选举 最近就成立了中央选战策略汇报 略福根其一将会来担任操盘手的角色 他再次的来表态 2022的县市长地方选举 民进党肯定一定会用 府院党国家机器的力量 打击在野党并且他也说2022就是国民党生死存亡的这一战 2022的县市长选举 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地方选举 民进党用府院党所有的力量 陆海空整个立体作战 包括国家机器能够动员的都会出场 所以今年绝对不是所谓过去的地方选举 这就合一 所以未来台湾只要有民进党在的时候 就没有所谓地方选举 都是中央处防直接来操刀操盘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认知 而且今年正是国民党生死存亡的一战 2024的前哨战就决定了整个国家的未来 我们也看到说目前这个台湾现在已经几乎是一个民主独裁的一个国家 整个集权所有的力道全部在执政党手上 那我们希望呢全国的全国的乡亲百姓 能够啊让我们整个国家的力量能够朝野平衡 这个才是人民之福 我想今天不管是宜兰也好台中也好甚至其他县市也好 我们一致认为啊这个未来在今年到一二六之前啊 民进党还有更多更多的啊这个国家机器啊出手啊 让大家沉默结舌 我想所有啊国内的乡亲大家秉息以待哦 我们一定要稳住一定要让国家反对的力量能够来平衡 这个国家才会有未来 好每到了选举呢不断的爆料不断的追币不断的内斗 国家机器再次动起来是为了选举吗 现在新民党主席被指出说在瑞士信贷银行 有大约新台币4亿元的账户好过去呢在这个部分 那宋属宇也在昨天做说回应 他说对于选举期间的炒作他是不以为然 就是那个蓝白盒才会抹黑他把他扯进去 而且他也表示谁再抹黑他就要诉诸法律 这是他在昨天最新那个表态 好持续要来追的就是呢 宇兰县政府遗涉贪污等弊案 上个月还记得吗 县长林子妙官邸被搜索 昨天上午再次的遭到廉政署搜索 林子妙跟他的儿女都被带回了地检署来询问 那么检方呢也将这个林子妙女儿跟农业处长生压 在经过生压庭之后最新的消息 林子妙是800万元交保 那农业处长跟他的女儿是80万元交保 抱歉林子妙是80万元交保 他的女儿以及农业处长都是请回 但是现在大家也很多的问题想问问 三年前的就案选举年追查 是不是又为了选举地方也不断的出现反弹声了 宜兰县长林子妙卷入罗东土地开发弊案 二渡州连政署搜索 经过一页讯问被移送地检 检调指挥扩大追查 将林子妙和女儿林毅林 及农业处长统统生压 讯后林子妙被预令80万交保 佑泽还好吗 检调指挥扩大追查 将林子妙和女儿林毅林 及农业处长统统生压 林子妙二儿子林佑泽 与前立委杨吉雄被控涉嫌 湮灭刑事证据分别拒报200万及150万 但交保后杨吉雄也忍不住喊冤 质疑遭到政治迫害 原来上个月13号相同地点 相同场建林子妙也遭到搜索约谈 当时无保请回 没想到这个月再来一次 外界质疑相关案件发生 在三年前林子妙担任罗东镇长期间 莲政署当时没查却在选举年才处理 时间点大幽默 认贴手不reen留 软软软软软 背起来吃饭头就不行 她证据操作一直在壶虐勉她 因为她可能政况太高了 下一届她也会在选中 所以宋康的机会也很高 是否涉及贴�도现在只能近代司法调查 但不管真相如何 恐怕都对依然政界带来冲击 原来现在有一次没有跟 她的纽业设计了Ruld 土地开发弊案被递减署 醫藥貪污治罪條例來申請加進見 那麼在最新的消息 我們可以看到林慈廟的部分是80萬交保 那還有他的女兒是請回 以及在農業處長的部分也是請回的 而針對現在這樣整個狀況呢 一連串下來 在地的民眾跟藍營就都紛紛表示 九合一選舉前大動作搜查 政治追殺的意味真的很明顯 大家你也認為這是個政治追殺嗎 是的話聊天是加一 同時也相信司法很快就會還給他一個功德 一般民眾對司法體系的信念度已經不高 所以呼籲政府呼籲檢調必須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勿網勿眾 不要介入年底的選舉 至於要什麼協助他 我們黨團國民黨中央也已經成立律師團 假設有刻意抹黑 有刻意扭取的情況 國民黨會提供相關的協助 不可以在沒有確切的市政時就進行這樣子的大規模的動作 當然會讓外界認為這是政治追殺 我相信今天在整個地方法院在審理他的聲壓的停訊之中 應該會還原一些我們心中的疑問 我很希望在2022年的中華民國台灣沒有政治追殺這件事 這些動作當然已經開始對於整個選情是已經有實質的影響了 這是無庸置疑的 可是我相信人民心中還是有一把尺的 是否有很像 你不是自己的地區 我們找到特殊的極臨